记者廖玉伟新北报道,力保前四名的富邦勇士和金九上演激烈攻防,而战到独秒阶段才分胜负,勇士本土杨将蔡文成于中场前九十秒内,抢下三个进攻篮板,化解球队最终四伐落空的危机,中场85比82击败金九,收下三连胜。 金九扬将拉莫斯豪取三十二分,十四篮板可惜中场前一分三十一秒出现致命失误,随后被勇士赛瑞完成三分打,分查扩大到七分,无力反扑,金九也确定无缘争夺前二名,无法巩固进攻篮板和过多失误,称为金九输球主因,金九此意发生十六次失误,勇士仅六次,进攻篮板则是三点十一分。 分裂居下风,勇士赛勒攻下二十四分,十三篮板照面数据虽不及拉莫斯,但莫杰拿下十一分,成为球队制胜功臣。 富邦蔡文成,记者罗佩德社,金九拉莫斯,记者罗佩德社。